台南南區區長肖秀華 邊辦公邊緊盯著手機訊息 因為警方接獲了報案 有南區肖秀華的帳號 向里長借錢 他是用這樣子的 頭像紮上了姓名 外人看不出來任何端倪 這個帳號要求加入好友 對象是里長們 大家一開始都沒有發現異常 直到對方開口說 可以轉個帳過去給領導 口氣用字 讓里長覺得遇到詐騙 用簡體字 還用領導這個稱呼 發現狀況不對的里長繼續測試 縮會到郵局匯款五十萬元 對方質疑要求拍視頻 被里長反問哪裡有領導 對方趕緊改口說是上司 還說要保密不要張揚 結果里長拍了警局的照片 這個南區肖秀華就不再回應 南區區長發現自己的頭像被冒用 馬上通報而警方清查之後 台南最少有六個區的區長名號 都被詐騙集團給利用 里長們就是首潑的加入對象 一次透過了公開資訊取得區長的頭像 再輸入里長電話要求加入好友 還好有人積極馬上跟區長聯繫求證 目前並沒有被害人匯款 但是詐騙集團貿用對象找上了公家機關首長 也提醒民眾被長官要求加好友 和借錢匯款時要進一步變化求證 三連線網上邵俊榮 台南報導